HELLO 大家好 我是甜蜜 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来自 漫游工作室的A-Double 然后它这个箱子是比较特别的 是木质、材质、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它全部的配件 然后老规矩我们还是会从点座开始 这个手盘的话总共做了248个 我们是第126个 然后这个手盘的话它的配件不是特别的 所以我打算把它全部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探导一下什么手盘 然后我们会从我们的墙开始 墙是在这个位置 再来就是黎大峰的灵魂都雕游 这个非常血腥的手 现在来这个位置 这样已经把它全部安装好了 那我们进去观察一下它吧 然后我觉得它脸部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正面或者側面 我都会gap不到它的美点 然后它的这个头发的话 从头发来看的话就是 头发非常有光泽度 然后层次感很好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就有点欣赏不了它的这个美 它的这个服装我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这种红色透视专景深衣 可以看得到里面黑色的内衣内裤 然后黑色丝袜也是可动性的 虽然是脱不掉 但是是可以移动的 然后肤色的话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偏自然的 就是看得到血丝啊那些 细节还是比较好的 最让我比较惊艳的是 它的这个几座这个地台 地台的话就非常偏真实 可以看到这些小石头小沙子 然后红色的砖块 然后黑色的这个马路 应该是马路的 马路的黑色蚂蚁那种黑地板 然后这个装这边 我觉得这个红色的血迹的话就 因为拍下来看起来是清真实 但是我肉眼这边看的时候 其实有点假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手办的 所有的观点 然后我们再来近距离 欣赏一下这个Ada Wong 逃避路さえ眠られ挫折れて死の この世界で忘れぬ でも誰も許されてはいない 原来在我中的评分环节 大家觉得这个手办的 其实多少分呢 我们就能觉得 YouYouYou 这个就是这期全部的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记得点赞 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GiMi 拜拜 是G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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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